2020新年快乐 今天跟大家分享 2019年很夯的话题 2019年不止电动机车很夯 延伸出的共享租任机车服务 也是话题十足 GoGoRaw旗下共享租任机车服务 GoShare于8月底正式在桃园上线 接着10月21日进军台北 短短上线4个月时间 开通两个县市 扩张速度极快 究竟GoShare是如何圈粉 让粉丝都爱不释手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文章 跟大家来分享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今天每日商业的报导来源是 2019年12月31号 刊登在数月时代的平均每6分钟出租一台 GoShare上线120天 圈粉40万 小编失了什么魔法 文章里面提到 GoShare会员主要为18到34岁的消费族群 由于GoGoro Network 拥有全台湾 全台湾1573个换电站 GoShare开放消费者自行换电 甚至有其次 换电次数高达237次 用户的换电足迹 不只台北、桃园 最远甚至骑到台中 也有些数据都令人大吃一心 例如个人租借高达1886次 个人最远骑程距离达到325公里 个人成功推荐好友3120次 而GoShare用户都骑去哪边 先要了解官方公布热门租借的时段 早上7点到早上的10点 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 傍晚的2点到晚上的9点 都是热门租借的时段 而租借的热点排行榜 第一名台北车站 东区商圈 信义商圈 华山文创园区 以及内湖科技园区 这两个地方 主要都是商圈地带为主 也反映民众习惯使用 共享机车外出逛街聚会 沟穴风暴式的成长 除了原本就拥有25万车主认可的 GoGoro电动机车的族群以外 更不可忽视GoShare在网路社群的行销手法 连服务都还没有上线 粉丝人数就突破万人 关键在于小编相当擅长制造话题 而除了现账互动外 GoShare也有线下私利 像是在宣布进军台北前夕 因为本来他们只有在桃园才有 但在GoShare的App中就出现 GoTPE就是Go台北的彩蛋 抢先揭露台北的限定营运范围 当时不少热血的车友 直接从桃园骑车北上到台北归还 所以GoGoro也顺势宣布 桃园租车台北还车的限时优惠活动 以及日前与LiPay支付合作 除了提供点数回馈外 也推出限量独家开箱里 打开GoShare车厢 就有机会抽到LiPay娃娃的商品 而对于圣诞节活动 GoShare也发起线下 够好才与你Share的圣诞送礼活动 路上多了GoShare的圣诞老公公 只要到指定的电池交换站 完成任务就能拿到礼物 就连消费者租借GoShare 都能听到车子唱圣诞歌 增加与车主的互动感 所以GoShare透过一波又一波的行销活动 粉丝团人数从2019年到现在 成立半年就已经突破5万人的粉丝数 所以即便是台湾共享机车当中 最晚推出服务的GoShare 靠着大量投放车辆 以及屡屡制造社群行销热度 GoShare可以说是最会圈粉的共享机车品牌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我们每日商业很喜欢报道共享经济的议题 因为除了我本身就是爱好者以外 但也随着更多的共享电动机车的APP跟服务 在台湾如火如荼的发展 除了促销与方便性外 也需要更多的经营才能真正圈住粉丝的心 所以鼓励每个听众与观众 赶紧下载共享电动机车的APP 来真实体验吧 好的 对于新创 商业 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了解点击下方资讯栏位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新创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